Hello 大家好 今天穆sir就跟大家讲一下关于青岛啤酒的历史 其实青岛啤酒的历史就跟我们近代的晚清时期的屈辱史有很大的关系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被德国占据了 是的 没错了 其实就是因为青岛曾经成为德国的殖民地 为什么呢? 我们首先讲讲青岛啤酒 青岛啤酒其实都可以说是中国企业当中 就是一个数一数二的企业 因为它在93年的时候 已经以内地H股的方式 成为第一支在香港上市的企业 时至到今天 这个青岛啤酒不只是中国的 还是世界的 你看看它那个啤酒的slogan就知道了 其实为什么会有这个青岛啤酒呢? 首先就要讲它用的水在哪里 它的水就是在青岛附近的一个地方 叫做庐山 今时今日如果你去青岛 你都可以去旁边的庐山的风景区 都很漂亮的 原来就是说当时有个德国的商人叫做马牙 他去到庐山这个地方打猎的时候 无意中看到在岩石之间 有几只刺猬在喝泉水 他见到有泉水 他就走过去喝了 一喝就发觉水非常清甜 于是他就带了水 拿回德国那里化验 最后化验出来 原来法国那里的水 是比起现在买得很贵的那些 法国的抗泉水更加清甜更加清纯的 这个故事之后去到1903年的时候 德国正式在青岛成立日耳晚啤酒公司 这个就是当时出现的原因 他就拿了那些庐山的泉水作为原料 加上德国的釀酒方法 和他们的原料釀製啤酒 就给当地的德国人和西方人喝 那问题是你 为什么德国人无端端走到去青岛呢 这个就和我们近代史一场战争有关 就是甲午战争 1894至1895年的时候 当时大清就和日本打了一场仗 那场就是甲午战争 很可惜当时我们的清朝 整个北洋艦队全军覆没 这场仗的结束也象征着 我们当时的洋务运动整体的失败 之后就签订了一个条约的 就是我们的李鸿章 当时就去到日本的马关 就和日本的伊藤博文 伊藤博文签了去马关条约 当中有个小插曲的就是 去到马关的时候 他就被一个日本的极端有益分子 开枪射杀 不过幸好没有射死他 射伤了 所以令到马关条约 原本的赔款是三万万两 那谈点数就减了一万万两 就是减了一亿两 最后要赔二万万两 除了赔款之外 为何关这个青岛啤酒事呢 就是因为当时马关条约 就说了要割养三个地方 包括了台湾岛 这个辽东半岛 以及澎湖列岛 那辽东半岛在哪里呢 东北三省 东北三省在辽宁下面 突出来的位置 如果我们看的中国地图 就是个鸡的下巴的位置 没错了 当时说要割养辽东半岛 但是过了六天之后 以俄罗斯为首 就联合了德国和法国 就友善地劝告日本 你不要拿这个辽东半岛 这个辽东半岛比较接近北京首都 可能会影响到清朝的首都安全 那当然这个富丽堂皇的原因 背后是因为辽东半岛 可能会影响到俄国在东北的利益 于是就出现了历史上很出名的 三国干涉还辽 就要求日本呢 还回这个辽东半岛给清朝 那要求清朝做些什么呢 给多三千万两日本 那所以当时日本有没有答应呢 答应了 是的 因为他当时都觉得自己 不够这三个列强打 所以他也是放弃了这个辽东半岛 放弃了这个辽东半岛之后呢 跟德国有什么关系呢 就是因为这一场战争呢 除了关于各地和赔款之外呢 当时还开创了一个新的条例 就是呢 日本可以在所有开货的通商口岸当中呢 建工厂 那以前来说呢 那些洋货呢 都是由外国生产来到通商口岸买卖 但是现在呢 直接可以在你本地那里生产了 那所以呢 就引发了一场呢 叫做列强瓜分中国 就是将整个当时的清朝呢 就变成一个呢 半封建半殖民的国家 那就有不同的国家 在整个中国那里挖分势力范围 那呢 就当时的这个 本身英国呢 因为他最早呢 是进来就是侵占利益了 那经过这个英法联军之役之后呢 那基本上呢 他就拿到这个长江流域的这个势力范围 那当时的越南呢 因为是法国的殖民地 那所以呢 靠近越南的广西呢 和云南呢 就变成了法国的这个势力范围 那因为割让了这个台湾 那所以台湾对面的省是谁 福建省 是的 那福建省就成为了日本的势力范围 而当时呢 德国呢 就强行占据了我们的山东 而山东呢 有一个地方呢 因为作为他三国干涉环料呢 他就强行租借了江州湾 那江州湾是哪里呢 就是青岛 青岛叫做江州湾 是的 那青岛呢 其实那个江州湾是什么呢 江州湾是一个海湾来的 嗯 那那个海湾呢 就很大的 就是不是好像湾仔 一个湾那样小的 它是一个粒子很大的一个湾 所以呢 今时今日呢 现在还有一条很长很长的跨海大橋呢 叫做江州湾大橋 叫做江州湾大橋 没错了 那其实大家看看地图都知道 这个辽东半岛呢 和这个山东半岛呢 其实就好像两个两翼那样呢 去防卫我们的首都 嗯 因为直策进去呢 就是首都来的了 嗯 所以呢 当时呢 日本呢 其实他呢 就已经是 密谋着要我们的这个 这个辽东半岛 因为他本身 在这个甲午战争当中呢 已经将我们本身的一个 一个繁熟国 朝鲜呢 当时将清朝呢 被逼要令到朝鲜 宣布它成为一个 一个独立的国家 那么 去到1910年的时候呢 更加呢 将这个 当时的大韩帝国 就是这个朝鲜呢 就立入它自己的保护范围 那所谓的保护范围 其实是 就是它的土地 是的 就是它自己占据了 其实呢 德国呢 在当时占据了这个 这个交州湾之后呢 德国和日本呢 已经可以说是 结下了这个 这个仇口的了 嗯 因为令到日本本身 在嘴边的肥竹呢 要套出来嘛 那所以呢 其实日本呢 一直呢 都很想在 可以抢回这个山东的权益 那首先说一下 为什么这个山东 会落入这个德国的手中 还记不记得 我之前说过一集 二和团 本身这个二和团的领袖呢 朱鸿灯呢 就是山东人 所以呢 所以呢 很多那些 排外啊 仇外啊 杀洋人啊 那些事件呢 都是在山东开始的 嗯 而当时在山东呢 就是杀了很多外国人 那当中呢 就以德国人为主要 那到了1898年的时候呢 在这个德国的全教士呢 在这个山东的这个 曹州被杀之后呢 于是呢 就派遣他的远洋艦队呢 就攻陷这个山东 并且呢 占领了这个 这个交州湾 占据了之后呢 就用武力呢 迫使这个清政府呢 要求租借这个 这个交州湾呢 99年 就好像新界一样 嗯 叫做租借啦 所以呢 于是呢 就变成了整个山东呢 都成为了德国的势力范围 自1898年开始 嗯 那之后呢 去到1900年的时候呢 就发生了这个八国联军之役啦 那这个义和团 和这个慈禧太后 引发这个八国联军之役呢 当时呢 这个英美法 德和日二澳呢 这八个国家呢 就发动了这个八国联军之役 那有五万多人呢 就来到当时 就是攻陷我们的北京啦 那所以当时慈禧太后 就立了江水帝 就出走了去西安 嗯 最后签订了这个 新丑条约呢 就说明 要拆除了 由天津大沽口 去到北京一带 所有的炮台 那并且呢 可以派军队 进驻在这个 山海关治到北京之间 那所以基本上呢 整个中国当时的国防呢 已经完全打开了 剥了你的牙 是的 那在八国联军之役 完了之后呢 更加多的外国人来到中国啦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1903年的时候呢 就 山东呢 就建立 这个德国呢 就在山东建立这个青岛啤酒了 那在八国联军之后呢 其实呢 德国在青岛的那个活动呢 就更加猖獗啦 直接就将这个青岛呢 就当为是它的一个殖民地去管治啦 并且呢 在那里建立这个青岛啤酒啦 以及在那里建立了一套很完整的排水 地下排水系统 那今时今日如果你去到青岛呢 你都依然会见到呢 他们有一个使馆区呢 是仍是保留着当时那些德式的建筑的 八大瓜 是的 没错 那很大在那里已经分析了 那呢 当时呢 因为打完这次八国联军之后呢 去到1904至1905年呢 又发生了另一场战争 就是日俄战争 那场战争呢 当然呢 日本是赢了当时的这个俄国的 那日本赢了俄国之后呢 其实也都令到日本呢 觉得自己对于这些西方列强 就是德国啊 法国这些呢 未必一定会打输 所以他更加想呢 在之后有机会呢 就拿回山东这个权益 等到1914年的时候呢 第一次世界大战 那因为德国呢 就主力战场当然是欧洲啦 那所以他就无瑕顾及这个 中国的这边的他的利益 那所以呢 日本呢 就所谓的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呢 就在我们的山东上面呢 就驱赶这个德国人酒 那所以到1916年呢 他占领了这个山东之后呢 他就将这个青岛啤酒厂呢 就改了名了 就改了他的大日本麦酒珠色汇舍青岛工厂 那所以除了生产青岛啤酒呢 就还会生产另一种 现在都还有日本的那个啤酒 什么啤酒啊 阿世 哦 朝日啤酒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去到呢 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完之后呢 那在这个1918年呢 第一次世界大战完结呢 就开了这个巴黎和会 当时的五强呢 就是英、法、美、二、日 这五个呢 当时就在这个法国的凡尼赛公开这个巴黎和会呢 最后呢 就决定将德国一战之前 在山东的权益呢 就交了给日本 是的 没错 那于是呢 那日本一直都占据着这个山东 那并且呢 那个青岛啤酒厂呢 直至到1945年呢 才还回给中国人 那之后的这个巴黎和会 当然就引发了我们更加 强烈的一个学生运动 就是这个五四运动 那所以呢 其实呢 青岛啤酒呢 这罐啤酒呢 就是现在当然是一家 很出名的中国企业啦 但其实它的原来呢 都是跟我们这一段 晚清时期 近代史的屈辱史呢 是息息相关的 那呢 今天呢 就跟大家讲着这么多 关于山东青岛这个 列强瓜分之下的啤酒历史 那下次呢 再跟大家讲其他有趣的中国历史 喜欢我们这段影片的 记得要赞好留言 和按下个铃铛 订阅我们的频道 那下次再见啦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